一个经济的大湾区可能一开始是从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出发点来上升的国家战略 但你最终归结的还是大湾区的这些民众他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其实我更重要的我强调的是什么 我希望将来大湾区已有这个理念呢 更多的就是就是文化乡村振兴 将来我也希望能够在大湾区的美丽湾区里面 也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一个经济的大湾区可能一开始是从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出发点来上升的国家战略 但你最终归结的还是大湾区的这些民众他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他创业创新就业 他更希望大湾区能够很好地实现一个什么呢 让大湾区成为香港的年轻人拓展视野 跟去圆他们一个创业呀 或者说一个人生梦想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台 其实你想想其实我们也有体会 你说香港的很多这个年轻人 他经过学习经过发展 他实际上现在他也希望更多的事业 更多的有一个让他这个展示才能 证明自己能够这个过美好人生的一个平台跟机会 我们作为一家这个以房地产企业为主的一家这样的企业集团 我们感觉其实最后归结的还真的就是以人为本的 获得感觉幸福感 你要提高对这个湾区的整个的科技创新经济 各方面的政策法规制度的这么一个引领 让他在这个制度保障 在这个营商环境 在这种这个生活配套各方面的条件上 要给他提高他一个大阪区的一个建设跟一个定位跟个力度